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根据一些台湾媒体就传出一则的消息就是 台湾地区的军方,据说就已经下达了一行命令 如果再发现无人机,就会予以激落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讲这些无人机的问题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向编辑部正香波和浪冷气,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根据台媒所说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就证实台湾外离岛目前遭受解放军无人机的骚扰情况 而且这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在27天晚上就发现一架飞行器短暂停留在当地的上空 而经过对比之后,认为那个无人机是民用的无人机 根据金门防博的守军就向这架无人机射击一下的信号弹之后 这架无人机就飞走了 而金门的防博部也强调以后也向台军下达了这个必要反制措施 就试情况实施,吹哨,广播,射击信号弹 如果仍然在盘船不走的话,就会予以击落 另外,根据台湾防博部较早前所公布的消息就是 台湾在今年直至2026年将会撥出台币43亿元 目的就是执行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采购方案 在2023年起也将会陆续得到五套这套系统 另外有232把干扰枪 而台军也决定会优先撥交这些装备给外离岛的部队所使用 台湾也有官员说到他们会重新检视 并且再议定一些应变计划 先前台军并不允许实弹驱离这些无人机 因为除了考虑到一些衍生的后续问题之外 并且这些哨所的人员是有一定的政策来约束他们 不能够随便使用枪械的 但是当面临一些需要的情况下 将会容许他们击落这些无人机 至于会不会用实弹击落呢 也会重新检讨过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较早前 有人透过无人机在门门拍到的 随之也有人把这段视频放在微博上 正因为这样也获得两岸的网民热议 有些就觉得当中这两位仁兄的应对方法很可笑 用小石子订计 有些网民也觉得实在太弱了 为什么不直接开枪 你明不明其中一个士兵就背着枪 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呢 内地的网民就大肆对他们平头品足 这两个年轻人还戴着眼镜 看东西是不是看不清楚呢 很多这些嘲笑或者谩骂的说话在网上 好了 到了昨天又有一段新的视频被人拍了出来 大家在画面看到了 这条就是较为新的视频 我放一放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了 这条视频首先也是在微博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 你看到这架无人飞机飞得非常之近 并且也看到当中这位士兵 相信在用对港机去通知他上头 如何处理这个无人飞机 随之这位士兵也戴上口罩 不停地召唤人 在他身后这个人也知道 发现了一些情况 而另外在附近的其他人士 也都被通知了 这部无人飞机拍得很清晰 我认为也是极具的挑衅性的 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不除此之外 也有人对这条视频 拍到那个哨所里面 一些张贴出来的故事 据说那地方正正是小金门 整条视频就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甚至干扰措施 我相信当时这部无人飞机拍到那些士兵 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只能够直接向他们的上头通报 一层又通报一层 看来好几个都不知道如何应付 不过不要紧了 不过当这条视频公布了之后 也都再次成为两岸的社交媒体上的热话 正因为再次成为热话之后 当地的防卫指挥部 也都要对这些事情作出回应 根据金门防卫指挥部指出 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月初去过台湾之后 从那时开始解放军 第一架无人机侵扰金门 到今时今日已经达到23架次之多 而他们也强调 解放军屡次以无人机等等的飞行器作挑衅 严重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 而且对防卫飞航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 以后续台军採取了拘离和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 也都视情况会实施吹哨广播射击讯号 如果无人机仍然盘船不走 就予以击落 并且确保台海的安全 而这些说话也都随之 是台湾防卫部的Facebook上面那个专页都发布了 并且要强调捍卫台海安全 即起息时反制 并且指出这些无人机实际影响了台海的安全 对飞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说到这里 我很想问一问 我就先撇开立场来说 我就纯粹以一个军事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台军遭受过23架次类似的骚扰 都没有去击落他们呢 是不是当地的官兵不敢 还是上头下了命令不要乱斗这些无人机 还是他们怕事不敢直接击落他们呢 我相信如果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些无人机的骚扰 而台军仍然都没有说真的采取一些击落的行为 看来他们真的很忍得 也都很克制 应该说很克制 我相信他们这么克制的做法 都是不想令到事态更加之严重的 但是当中他特别说到 每次发言都特别说到 这些是解放军的无人机 究竟这些无人机是不是真的是解放军派出的呢 而且在过往我们看到的视频 所分享出来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也就是微博的账号 都是一些普通人的账号 他们不是什么解放军背景的所谓的官方账号 都是一些民用账号 而根据台军各方面的观察 也都见得到这些无人机 都是一些民用的无人机 我相信也是可能是大疆那些机也未定 型号就没有公布 一般你无人机都是玩大疆的 而且厦门里金门又这么近 飞过去又有什么 我看回内地的媒体 有没有解放军的媒体 所承认或者否认 而且内地的媒体 都有大量引述台湾的报道 不过拍出来的视频 的确是搞笑的 而根据民进党立委 罗智正在昨天表示 台湾防务部动作要更加积极 在台湾领空上 甚至在我们基地上 你怎知道他没有武器 如果有看到 看到被我们阿兵哥 都被他打低 打到阵亡的话 那不是很大件事 所以看到了 就应该打他下来 这些立委自自然然 把说话说到最尽 接着他也这么说 这些就是敌人对我们的 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无人机拍完东西之后 透过微博播放 所以我们台方应对的时候 就不能够单从军事角度来看 更加要从认知作战的角度来看 不要把主动权交给对方 我不知道台湾方面 很喜欢用认知作战这个词 其实我一初初听到什么叫认知作战 我都拗了头 正因为这样 我也查一查究竟什么叫认知作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就有一个官方解释 认知作战就是指以现代 认知理论和科学为指导 调用舆论、心理、法律等多领域的手段 运用现代网络、传播、文字、图片、视频、数字等多维技术 开展舆论宣传、心理攻防、人心争取、信心颠覆、信仰影响、思维争夺 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形式 以再争夺人们的思维、信仰、价值观、个人态度、情感 应同与判断倾向方面主动权 认知作战是传统舆论作战、心理战、法律战及贸易战、外交战、科技战、思想战等多维战复合的集体 原来认知作战的说法包含有这么大的含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位民进党立委罗志正的说法也不错了 本身这个词义所包含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 至于为何台军要在2023年的外岛先 優先部署这个无人机防御系统呢 署志正这个人就认为 他就这样说 不能够说我们的相关议器、设备还没拿到 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 既然是无人机就没有人有问题 那要不要打他下来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加有必要的动作 在我们的领空上甚至在我们的基地上 台湾民航局处理机场附近的无人机等等 做法都比防务部积极 的确要彻底检讨 必要时可以击落 这句话我觉得他说得不错 台湾的民航局如果在机场附近出现无人机 会立即打他下来 为什么台湾军方不这样做呢 不过我相信台湾军方也考虑到对全局的影响 首先如果击落的话 会不会导致一个连锁反应 事态急速升弯呢 事实上目前台海的局势 的确是不太稳定的 我相信台湾军方的立场 真的并不想战事升级 因为一升级的话 他们也很清楚自己输硬 所以不升级是很正常的 不过这些友仔的政客 最喜欢把这些说话说到最准 你就立即打他下来 就是刚才所说的一段说话 其实就是骂他们的军队 武种 另一位民进党的立委 王定瑜就这么说 如何引进新科技新工具 新武器 甚至乎击落我们的 武人机 目前台湾防务部的当务至急 就要提醒各个军人 目前台湾民间的 无人机逢拨发展 可以思考以无人机 反制无人机 或者其他反制方法 什么意思呢 是否要派出一些台制的无人机 飞回到廈门 还是当发现有无人机 飞到金门岛上空 又再派另一只无人机 去撞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位立委也挺有创意 另一位民进党的立委 就这么说 赵天伦 他就叫做 我们对台湾防务部 现在作法很不满意 应该要更精准的作为 除了要用军事火炮射击 这种可能触及开战的疑虑作法之外 其实科技也应该有很多处理方式 例如采取信号干扰 或者电子系统 令到无人机自己掉下来 失去效用 他说到用火炮射击 你看见一个无人机 吹过来 吹不中 吹不中 不过他也说到 用一些频率干扰的仪器 这个可能真的会导致无人机 自己堕一声地掉下来 这个方法也都 用台军的角度来说 这个方法也不是不可取的 不过你是否想整个局势升级呢 我们其实可以见到的 台湾军队方面 是在这件事情很克制的 无论如何都好 和平是最重要的 不过台海的局势 当中有美国的插手 都是最麻烦的 美国就不想台海和平 如果台海没有和平 对中国人就最不利了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为止 明天再回来和大家说其他话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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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